這裡老師補充一下 就是有些同學可能會遇到這個情形 我剛剛轉好之後 把它用這個 用投影機工具把它投影出去了 在這裡看起來正常 但是當我進到這個敲的工具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怎麼都看不到 如果你有遇到這種情形 就是你那張圖片的格式 它不認得 雖然外面認得 但是進去之後不認得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把你剛剛那張圖片 不管你用小畫家 不管你用Photoshop 這一張有沒有 重新定存一次就好 真的 你看喔 我把它用Photoshop 我把它定存 給他另外一個名字 因為他那個格式他不認得 就是可能那個格式壓縮 或者是有錯 那所以我重新進來 告訴他這一張我不要的 我重新再選一張 好 再加一張進來 你最好是用不同的檔名 用相同檔名 有時候你會搞不清楚 那這個我就把它收起來 有沒有 好 現在重新選這一張 按下OK 在這一面 沒有看到 在這裡 還是沒有 那可能就要再檢查一下 是不是它的影像的模式 有 因為我知道有時候會出現這種情形 所以 我這個再確認一下 如果真的像這樣 你轉換了其他格式還是不行 就真的有可能是這個線桶太細 它轉過來可能就比較不OK 你就會出現這樣空白 因為你這樣敲就沒有意思 這樣敲的話 你是敲不到的 是敲不到的 所以你可能就要換一張圖片試看看 謝謝大家